作为风险超高的航天领域 短短50多年的人类航天史上 至今已有500多位航天员飞出地球 这其中有至少6次严重的太空事故 共造成26位宇航员壮烈牺牲 让我们一同回顾那些为人类航天事业 献出生命的英雄事迹 1.历史上第一位牺牲的宇航员 1961年3月23日 宇航员邦达联科在进行隔绝气压舱实验时 被大火烧死 据说他是在试验完成后 用被酒精浸湿的棉花擦拭头部 然后随手扔在了电子元器件上 从而导致的大火 而邦达联科原本可以是苏联 乃至全人类第一个飞向太空的宇航员 不过因大火丧命 只能由加加林担任了这一角色 2.悲惨的模拟发射 1967年1月27日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三名宇航员 罗杰查菲 威吉尔格里森 爱德华怀特正在阿波罗一号 进行模拟发射任务 结果飞船内的电线短路导致火花 在高压氧气中引发大火 三名宇航员窒息而亡 3.降落伞缺陷 1967年4月24日 乘坐联盟一号飞船 执行完任务的宇航员 科马罗夫准备返回地球 不过当时飞船的太阳翻板 没有打开 缺少电力 而且着陆的定向系统 也只能手动打开 科马罗夫靠着惊人的毅力 将这些问题都一一克服 但是在飞船即将着陆 地面只会不多松口气的时候 坏事发生了 这艘飞船的主降落伞没有打开 备用降落伞也无法启动 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联盟一号飞船 以极快的速度撞向了地面 而科马罗夫也因此遇难 4.致命真空 1971年6月30日 联盟11号飞船 已经与李炮一号空间站 对接了近24天 三名宇航员 弗拉基斯拉夫 沃尔科夫 格尔基 多伯罗 沃利斯基 维克托 帕查耶夫 收到命令准备返回地球 不过 他们操作飞船脱离李炮一号时 在进入大气层前 返回舱的压力阀门被震开 航天飞机的密性被破坏 空气开始逃逸 短短30秒内 轨道舱的空气已经全部丢失 返回舱逐渐接近真空 而三名宇航员都没有穿宇航服 三名宇航员的肺部 先是开始爆裂 体液混杂二两化碳 氧气一起开始沸腾 全身的血管爆裂 场面异常惨烈 然而这冰冷的返回舱 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正常降落在指定地点 只是返回舱内的三名宇航员 永远没能再醒来 5.高空解体 1986年1月28日 搭载七名宇航员的挑战者号 航天飞机准备发射升空 但因气温过低 推迟了一会发射时间 不过还是在当天进行了发射任务 而它在升空后73秒 就发生了爆炸解体 机上宇航员全部遇难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原因 是右侧固体火箭助推器的 环密封圈 因温度过低而失效 导致外部燃料仓结构瓦解 从而使航天飞机 在高速中瞬间解体 6.危险返航 2003年2月1日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在执行完任务后 准备从太空返回 在进入大气层后的高空中 突然解体 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哥伦比亚号事故原因 是航天飞机升空时 外部燃料箱的一块泡沫材料 脱落时撞击了航天飞机 左翼前部 导致隔热材料损坏 等到哥伦比亚号返回 进入大气层时 摩擦产生的巨大高温 使左翼结构损坏 让高速飞行的航天飞机 快速解体 这是人类航天史上 又一次至暗时刻 7名宇航员 差一点就可以平安回家 但就差一点点 航天界有句名言 成功是差一点的失败 失败是差一点的成功 科学探索 充满挑战与风险 人类的每一次进步 都伴随着血和泪 我们固然希望 每一次载人的航天任务 都圆满成功 每一位航天员都能平安凯旋 但我们更要明白 即便在今天 每一位航天员 依然是冒着 时刻献出生命的巨大风险 替全人类去完成 探索宇宙的使命 这正是航天员的英雄本色 让我们向航天员致敬 愿他们在空间站 圆满完成任务 平安凯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